大家摆在我面前的这盘虎蝶蓝 之前给大家发布过一篇作品了 这根花剑不小心被小朋友弄断 被我骂了一顿 经过了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现在长出了这个花剑 当时也给大家发布过一篇作品了 给它简单的更换了一些水苔 另外这里面放了几粒肠酵母肥的 因为肠酵母肥呢 一般的话小颗粒可以管半年的 这种放了母肥呢 我就没有撕过颗粒肥了 就是简单的给它补补一些冷水 另外这里面沾了少量的101火力素的 而且它的作用也是特别的广的 有用过应该知道 如果对于新手来说不懂的话呢 接下来我就简单分享一下它的作用 它的作用是这样的 它可以触生根 触腐盘 触发芽 触开花 打破姜苗 比如说我们养的兰花 最常得的就是姜苗 姜牙了 一旦得了姜牙还有姜苗的话呢 继续给它补充一些101火力素出生长就可以了 如果不懂得怎样配比的话呢 里面的配比说明说的比较详细的 只要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做一个浇灌 还有这个天树使用就可以了 如果是在南方养护的话呢 可以七天的时间给它浇灌一次 在北方的话呢 十天的时间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这是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 对水做浇灌是比较好的 这种活力素呢它是特别好的 对于这种开花植物是特别的好 让它很好的生长的 不会造成腐烂还有黄叶等等一些现象的 只要在我们给它浇水的时候呢 餐和少量的浇灌做浇灌就可以了 比较好比较方便的 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就可以了 今天呢就分享给大家 因为有很多新手呢都在后台留言给我 用什么方法能够把自家的植物养的好 养的开花 不会造成黄叶啊 姜苗啊 根腐啊等等一些情况 分享这棵活的呢 是用什么方法能够让它长得这么好的 而且呢在短短的时间断掉了 先能够让它快速的长牙 这是长花件 很多花友呢 发来各种私信呢 我就一一回复给大家了 比如说养兰花 养蝴蝶兰呢 它之前它所需要的 我就回复给它了啊 如果不多的话呢 也可在后台私信 我可以一一回复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在夏天 把自家的一些植物 养的比较壮 比较旺 干花比较多 因为夏天呢 有些植物呢 养物不到 它也是很容易出现 一些病害啊 病菌啊等等一些情况的嘛 所以夏天养蝴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 用不同的方法去养不同的植物就可以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次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下期再见